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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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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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朋友陸續進來 那這個就是 我們每禮拜六都有做一個小獎 然後今天是請 好朋友Greg 來講一下他的那個 鋼鐵持續 然後 他還有準備很多 他自己開發的一些 我們自己都覺得 玩具可以等一下給你試試看 那 Greg很厲害 就是說他從 我們認識 應該是四、三月的時候 對 然後 然後陸陸續續就這樣看他 就是還參加那個工藝院版Pitch 結果他們現在拿到 金牌第一名 對現在要去 日本比賽就是拿他的 這個計畫去日本比賽 對然後我們 接下來就把 麥克風交給Greg 好 謝謝各位的介紹 那個 我是鋼鐵師座聯盟的Greg 那大家好 大家晚安 好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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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呢 我們主辦單位是想實作的 還有就是 維創總黨在這一路上 也跟我們很多協助 這樣子 那我們就先來談談說 鋼鐵持續聯盟 跟我們想要做什麼 其實很簡單的句話就是 發動你的熱情 一起來打造這個 改變世界的 穿愛石裝飾 我們透過鋼鐵這個議題 我們開始來實作 跟石裝飾 那我這邊先從一個小小的故事 來跟大家做個開頭 做個介紹 這個跟小朋友也是有關係 這個故事是有關於我的小朋友 我的小朋友 有一天呢 我就帶了那個 浮瘦柔軟回家 我視線都沒有跟他說一些什麼 我觀察關心子之後 我就會要提出一個問題 我就問他說 你看這個浮瘦柔軟 剛開始它是紅色的 粉紅色的 然後慢慢的 它顏色變深變黑了 到後來又變白色了 我就問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也看到那個 孵化出來的浮瘦柔 長什麼樣子 他就說 因為孵化出來的浮瘦柔 它的殼是褐色的 是黑色的 所以他在慢慢長大的時候 他在軟裡面 所以他改變顏色 你看到顏色 又會從紅色慢慢變深的 那他後來要破格暖出的時候 他開始有些空氣 所以呢 他就變白 我聽得很驚訝 哇 那怎麼可以這樣子 他是 能夠自己去推你 就是說 事實是不是這樣 我不確定 但他講的聽點很有道理 OK 可是 像他這盤牌子 他在 剛上國小的時候 他其實變得很快 因為小學老師都一直出道課給他 不斷考試 不斷要半數放棄給他 可是以前 他們在小學 他如果是遠的時候 讀的是黃式教育 是去啟發性質 所以他是有一點會 揮個分別 那我就開始在深思說 你教育到底是做了什麼事情 那我後來有機會 就看到這張圖 這句話 我就深有感受 就是說 現在問題就是在於說 在小時候 我們稱得對小孩子期望 可是你卻不懂得一些方法的時候 其實你是在殘害小孩子 OK 所以呢 鋼鐵人是肉聯網的 鋼鐵人 有沒有 前面三個字在講的就是這件事情 我們要 敢做夢 勇於思考 OK 所以我在想說 當我們希望的是一個創造之士的人 是一個能夠去贏得莫貝爾獎的人的時候 他其實應該是要具備這樣的特質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三個字就是 當年就代表要感受的東西 OK 那第二個故事是 我們看到前一陣子 台東大學的大俄學生 他自己去實作人科隆的環境 當然網路上 呃 刀貶都有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他有動手去做的 這個知識不再只是 事實屬於 各文散應棒棒的東西 不再只是屬於你論上的東西 他去實作這些事情 然後就很多人看到這樣 也願意想要去協助他幫助 所以當你跨出這一步的時候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自然很多人會來幫助你 就好比我做出這些東西的時候 開始就會有人看到 開始就會有人想到跟我一起做一些什麼 OK 我覺得這就是一種力量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實作 這個鋼鐵實作聯盟 我們中間這兩個字 實作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 我們要 就是展開你的翅膀 用力可以講 你不要去管那些教條什麼的 你就是去做 做了之後你就會發現一些事情 OK 那這個姿勢才會真正屬於你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 呃 之前我有跟那個 張茂松大哥 我們就合作這個東西 就做出這一個 開動前事情 OK 這個東西呢 那光是3DEA的部分 很多人都搞不定 可是張茂松大哥 他花了東西的時間 花了兩天半 就把他搞定了 一下子就生出來 我給他一個光學的圓形點 他馬上就做出這樣的東西出來 那 這代表什麼 這是很難跟合貴的 這個就是鋼鐵石座聯盟 最後兩個字聯盟 這件事情 就是這樣 我們一下能夠 勝過一個諸葛 這樣 透過不同的專長 像張茂松大哥 它是機構方面 我會光學會電視 所以我們合作之下 能夠很快把這些東西做出來 所以我的理想就是 透過這個鋼鐵石座聯盟 裡面有各個不同的專長 剛剛我跟各位稍微認識一下 就是大概都有不同的專長 其實我是覺得說 這些專長 如果能夠混合交織 然後把一些有理想 有夢想 有一些是有技術的 混合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能量會是非常大的 那我們打算怎麼做呢 那這邊桌上就是有這個DM 可以過來拿 那其實我們就要談一件事 大家一聽到我平址的時候 都會問說 鋼鐵石座聯盟 真的是要去做這個鋼鐵嗎 其實這句話 只說對了一半 就是說 鋼鐵這個事情 是我們去引發 大家有動力 有動機 來一起來救我們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要做的東西 是我們從頭去思考 比如說 我們做的這個顯示器 方法怎麼會贏 那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要怎麼去操作它 其實最珍貴的 就是在那些東西 你看開放它發展出來 它其實是重新改寫了 智慧型手機的功能 一剛開始 智慧型手機是要拿著一支筆 在那邊觸礦滑 可是那即使它打從心底 它就知道 這絕對不是最好的檔心 那觸礦其實 老早就已經開發出 用手也觸碰過開發出來 但它重新去思考 去看到的時候 它就把這個科技實現出來 所以它重新最低了 什麼叫智慧型手機 所以對於像是我們穿在一支裝置 我們就看到一個新的契機 就想要重新來練一遍 那種東西 所以像我們這個頭櫃裡面 我剛開始 我已經發展出這個顯示系統 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些廠商 就要不要跟你們談工作 那我就跟他們談說 比如像我有跟那個 陳大叔老師那邊 他就做那個肌肉感測 那肌肉感測 剛好能夠做什麼 能夠用來偵測你的眼珠子的移動 所以如果能夠偵測眼珠子的移動 它就有機會 能夠有點像優標這樣子 能夠去觸碰你的 你的眼鏡裡面的這些資訊 OK 所以透過裡面的這些合作 我們覺得說 可以帶來更多的這種 更多的東西 而且我覺得說 它過去都是在做硬體的 如果我們能夠發展出 自己一些something 不一樣的東西 而且更合心的東西的時候 我會覺得這對我們來講 是更有機會的 所以基本上 在鋼鐵的施作聯盟 我們的架構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中間 會有一個核心技術 OK 然後呢 透過旁邊的一些廠商 那他們能夠有一些什麼樣的技術 進來一起去做合作 OK 然後呢 呃 我們會有這些開發 成為我們的事業 那有興趣的人 可以進來 一起來做一些項目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 我們會有一個 作品的發表平台 那大家在做的這些東西 就能夠透過 我們的一些機制 去做一些發表 那甚至呢 我們最後能夠建立一個 銷售的一個機制 能夠讓大家看到 看到大家的作品 這樣子 其實基本的架構 就是有這些技術的廠商 有Maker 然後有一些是粉絲 那會透過這些 譬如說 會開專案的方式 或者是開課程的方式 一起來做一些開發 那後面可能就會 像技術廠商 他們就會有一些產品出來 然後跟Maker 會有一些原型的產品 那能夠學術他們去 進行國際的密資 那或者是粉絲 透過這個課程的作品 作品出來 我們能夠放上這個網站上面 能夠讓大家看到 OK 所以基本的架構 大概是這樣的方式 沒有 那這是目前我們和親成員 那 透過參加公園院 白雲Pitch之後 本來大概是有兩位 有跟彥林 彥林今天沒有來 那後來在透過 白雲Pitch之後 有再增加三位成員 這樣子 那前陣子就是 參加公園院 那個我們有得獎 準備要去日本 那這次去日本 其實我們以為是參賽 但是其實是展覽 那透過這個展覽 我們能夠展開 更多的工作機會 那我們這邊就是 歡迎大家來加入我們 稱呼我們的粉絲 跟開發生 那其實我們也需要一些 電子方面的 軟體方面的 然後機構方面 專業設計 然後專業把握等等這些 那我覺得其實 我們是在推動一種運動 推動大家 我們在幻奇企業裡面 這些RD的創新醫師 一起來投入這樣 那一個運動 那本來我們台灣 常常都是著重在 帶動所做的這些技術 讓這些技術 能夠 或者應有的價值 或多這樣的東西 那能效 我們還會有其他夥伴 會跟大家分享說 怎樣去參與我們 那後面還有展告說 你們開的課程會是有哪些 那還有一位是會分享 他們這些 這些心理醫生 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請 Make a 打開 什麼 那 那個 那 那個 那個 大家好,我是 Blaynda 大家好,我是 Blaynda 大家好,我是 Blaynda 那我也是跟全世界聯盟 那我們的音名叫Honsker 會在這裡 那它其實就是Maker的意思 那All就是Operative Service 總之我們就是一個 可以讓大家在上面 就是一起合作的團隊 那今天主獎是 Social的Ecosys很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會打造一個以社交 包圍核心一人為本的 那個社團 然後一個平台 然後讓它發展成一個生態圈 那第三次的工業隔壁 也就是會從3D電影開始 然後讓大家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手作 然後變成一個平台 那接下來就會想說 為什麼我會跟著 首先會跟大家分享 兩個小故事喔 就是我自己其實 算半個Favor吧,因為我自己寫小說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自己在當Maker過程中 也遇到一些什麼問題 那我會再講一個小故事 然後講說這兩件事情 的工業隔壁跟它的結法是什麼 那第一個呢就是 大家那個小時候玩過的話 自己應該帶來分紅回憶 嗯 因為我們家的狀況就是說 我們每次要有什麼東西 就得拿100份考卷去換 對就是 可是那時候呢我的考卷已經期望考完了 然後都拿去換漫畫 所以那時候我想要一刻 流流球的 我沒有就是考卷可以換 狀況下你不打算自己動手做 那就是我心目中快想 會促穿的流流球的樣子 那想當然和我就是用什麼 材料折啦 那個硬的東西 軟的東西 弄不弄的當然不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那時候想說 為什麼我想要做一個東西 確定做不出來 其實問題出在於 我有一個技術上的障礙 就是因為我就是沒有技術可言 就是只知道說 我有一個點子的我要想東西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這是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 所以呢 這幾乎斷了我的每個字 但是呢 當我有技術的時候呢 我開始寫小說 小說就是我的技術之一 那寫出來之後呢 那個東西當然就是給朋友看啦 給老師看啦 那個都還好 也得到一些評價 但是就是沒有一個舞台 可以去發揮 那這個舞台一直是 到我大概大學的時候 拿到的文學獎 然後開始跟一些教授有接觸之後呢 慢慢才有這個舞台說 好今天我做出來的東西 有一些人會看 然後有人會給我 那其實在這條路上走的蠻辛苦的就是 你沒有技術的時候 都輸不出來 但是當你有技術的時候 你舞台卻出不來 那這兩個問題呢 是我這樣子走過來遇到的問題 那現在呢 我們還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打造一個Ecosystem 那為什麼會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剛剛遇到那個小故事 其實過程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在於 沒有人跟你一起參與 你想做的意思 對 那 人 這個 這件事呢 其實像今天這樣子的短講 如果沒有大家的參與 其實也是做不起的 所以人非常非常重要 在我們這一個分開上 基本上就是人為分 那 我們會打造一個Social的平台 那會透過發發 如果你是粉絲的話 你有ID 配上一個ID 如果你是技術 你有技術 你看到你有新次的ID 你可以就你進來 基本上它是一個 緩緩相扣 一個相扯相扯的 一個System這樣子 那 我們會怎麼做 那一個System 那基本上 其實就是有幾個大項 第一個就是 我們會降低 進入這個System的門檻 因為像剛剛我講到的 如果只有點子沒有技術的話 這個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後面會有 不大力體的東西 所以 就是如果自己的技術 本身是構成的話 就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就是徐淵池 這是給留點子沒有技術的人 然後 就是專案 開專案的話 是給有技術 但是 沒有舞台的人 那最後一個就是 這個每一盒的部分呢 是給 你有點子 有點技術 但是你的技術 可能不太夠 就是 你可能需要一些partner 幫你做 像是行銷的部分 你可能會光學 那你學一個升學的人 你可能會一點通過 但是你沒有太多 就是關於廣告的概念 那你之後可以在上面 找到適合你 跟你成為一半的人 那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會講到 我們旁邊最近 有哪些品牌在run 然後後續會有 有怎樣的品牌 搭進出來 然後讓大家一起上 然後 看一下這兩張圖 他們的共通點 有沒有人可以跟我 講一下 覺得這兩張圖的共通點是什麼 這兩隻 這兩隻 這兩隻是小鳥 對 那還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覺得 他們一塊一塊的 有沒有 一塊一塊的 這一張呢 這一隻鳥是串柱 這一隻鳥是積木 他們兩個共通點在於 他們其實是由一塊一塊的小零件 組合起來的 那這一塊一塊的小零件 在我們的概念裡面 它其實叫做模組 就是我們會把所有科技的東西 新衣服的概念 把它會有畫 然後呢 你每一塊小零件 就是一個功能 那當大家沒有技術背景 但是他覺得 他今天想要有藍牙 然後他今天又想要有鏡頭的時候 他就可以拿著模組 黑模組 然後去把它組成 他心目中想要的東西 對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 他等於是我們 蠻核心的一個概念 最主要就是 希望可以讓大家降低 進來這一個社主的門檻 因為真的不用有技術背景 可以現在就像我 我自己裡面行銷 就是 之前在那個 Intel時期的時候 是做通路的 然後現在在中華市 就是做國際行銷 有一路上來的背景都是行銷 小說 文學 藝術 跟科技其實 一點點啦 相關的 對 那這一個東西 他可以完完全全的降低 進來就是 實做出自己想要的東西的門檻 因為我們都已經把東西模組化 簡單說 只要把東西拿來 踢起來 就是你的東西了 所以這個就簡直 剛剛我們第一個 揺揺球做不出來的問題 如果那時候我模組化 還不好 還可以有一顆藍牙的揺球 那再來就是 第二個問題 如果你有點 那要怎麼辦 這一個地方呢 其實他是在 義大利國馬的一個 非常有名的許願池 那他這許願池滿有趣的 他說丟一顆硬幣 你跟著大家一起 丟兩顆硬幣 你會解婚 丟三顆硬幣 你會解婚 可能會離婚這樣子 那其實他就是說 你想要得到什麼東西 那你可能自己沒有辦法去 採取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可能就需要尋求協助 或是去許個願 那你如果自己在心裡許個願 然後等待流行飛過去的話 那可能流行要等滿久的 除非是流行雨 所以最好的方式其實就是站出來 告訴大家你想要什麼 你現在心裡有什麼樣的點子 然後你需要什麼樣的協助 那我們的許願池其實就是 你可以讓我們聽開 然後說出你的願望 那我們這邊其實也有技術的人 機構的人剛剛講的 又有人不寫電路板 其實聽到電路板是要寫的 那他們就可能會幫你想說 欸你的點字很好啊 為什麼不錯 對不對 你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個範圍內說 這個東西我想是想啊 但是我好像做不出來 不用 因為只要你肯站出來 就有人會願意聽你講 在這個地方 所有的心願都有被實現的可能 所以如果你要想 想要在更接近的風向 去接觸你的風向的話 最好的方式就是來許個願 那 呃 另外一個就是有技術了 你們東西也做出來 但是有沒有人看呢 就是總不能通方自賞嘛 東西很漂亮 總不能插在那邊 就只有我們幾家人看得到 所以我們也會給一個舞台 我們就給的 不是鬧小的Segel 我們要給的 Segel進行的大廠的舞台 我們要很多人進來看 然後 把東西在上面 做成一個一個的專案 然後讓人家領進來 那有舞台的好處是什麼呢 你可以在這邊分享你的想法 然後可以展示這個東西 那最重要的是 你還可以獲取一些 呃 關於人家的Feedback 人家看到你東西 可能在下面留言說 欸我覺得這個東西斜角 怎麼在往哪邊調一下 這個東西的顏色可能在加深 或者是刷蛋 他們都可能會給一些Feedback 然後讓你把東西帶回去 可能做一些比較好的調整之類的 或是 呃 讓他更加的去接近市場 之後呢 就像剛剛Greg講的 如果我們接著要把你們的產品 找到通路 找到什麼的狀況 方向的時候呢 我們的主力想非常非常好 那最後就是修正的部分 可以好好地修正 就是Modified的東西 這是舞台 那最後一個 剛剛我們在講說 我們也可以讓大家去認識大家嗎 因為社群最主要的一個功能就是 人 認識人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你們在這個平台上 每個人會有去的profile 然後也可以去認識人 他搭著怎麼樣 他可能丟出來的專案 或也是水源池丟出來的東西 你可以去認識你需要的人 你可以發現 比如說你現在非常需要 有人幫你畫畫 你就可以選擇那個去 然後甚至說 我現在有一個這樣子的願望 然後需要這樣子的人 有沒有人要 有興趣一起來做 其實這就是一個 一個是等大家 互相幫忙 今天 幫他畫畫的 明天搞不好 他幫你找一個硬體的人 來幫你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也可以在上面找到 硬體卵品 designer marketing channel的人 每個人都有可能 只要你可能進來 這邊就是你另外一個 持結另外一陣床 那我們現在目前呢 有提供的就是 social platform 其實最主要的兩大塊 就是 就是Facebook forfans 我們有一個 鋼鐵石頭聯盟的粉絲團 它是公開的 那另外一個 因為技術面也比較深一點 也會牽著這種 核心的 概念的東西呢 就是會有另外一個 社團 或者這個 他們就是開發區 所以大概 我們在網路上呢 打一下 就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那其實 剛剛講的東西就是 但是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我們也會給五台 像是有一個 有一個好朋友啊 他PO了一個 他自己自製的 就是面具這樣子 那 沒有趣喔 他自己用那個 切割啊 弄不弄 然後我們PO上來 然後大家就會開始回覆 很多人 就是會去回覆說 哇好帥啊 然後怎麼做會比較好 然後 你要知道 然後有人把 一年前的作品 其實放出來說 欸其實我家也做了一個 還有他小孩子 然後便宜的照片 也都放上來了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那 這其實就是一個 ecosystem的方式 他讓大家去交流 然後讓大家去做一些 大家覺得很有趣的事情 那最後呢 我們 之後 因為現在還在裏面上 就是會把一個 website 做出來 他就是for everyone 他不只是 你 你是fans也好 你就是進來 然後就是做剛剛講的那些交流 之後會把所有的粉絲 全部打到那個 我們再去 那之後做好之後會再release出來給大家 那這就是大概我們對整個生態系統 去打造的一些做法 對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就要去掃一下 左邊的支團 右邊開發群 那就是掃一下 看一下加入這樣 那 生態系統 非常需要大家一起加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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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 幫我們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說其實剛開始成立這個鋼鐵石頭聯盟的時候 我一直有個願望 就是說其實我是在台灣的這些電子科技產業 我在這裡大概有十幾年 但是我一直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大家都在做代表 然後價值沒辦法提 所以我想透過這裡有個願望是 有一天我去實現鋼鐵工具的這些工廠之後 我要站上國際舞台 我要站上YouTube 但大家宣告說我們台灣實現了鋼鐵的頭盔 這件事情 然後裡面的這些技術 是透過國內的哪些廠商一起做出來的 我心裡其實一直想起碼 有那麼一天就是要站上YouTube 來跟世界宣告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就歡迎能源和政經來講 那我叫李正行 那剛剛聽完那個會跟他講說我們的這個故事啊 就是我們的理念 然後聽我們的Rinda講 整個的講過 那我就講說 那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會加入 Happiness作業 好 那開始 那這應該算是比較長過的路線 很像我其實是畢業在還不錯的大學 那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會想說我以後出生會要幹嘛 或者是 可是其實你會看說 我們這個教育體系是一個非常的 就是有點像比較偏升學子 這樣子 也就是說大家都走一定的路線 然後大家不知道自己未來在想什麼 大家就看著我們科系想要修什麼課 然後你就修什麼課 然後所以其實很少會接觸到外面的路線 那我的家長就會跟我說 那你就一路念嘛 你可以念大學念右手 然後再來出來生會工作 然後我往來再跟我說 那你們配那個 就你們就可以出來的話 你去考個公職啊 工人比較穩定嘛 然後其實我都聽不太進去 然後可是後來 我還是念了研究所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我那時候我對機器人超迷的 就是我那時候超 超喜歡機器人的東西這樣 我就會很 對這種 連算法 和資料經過 非常的興趣 然後對那種機器人的視覺 我就會想到說 那我是不是算是 我先講我的背景 我是機械系列的 那 因為 因為 這種東西都會騙比較騙子公的 我就覺得 當跨領域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 非常多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然後我在 這是我的研究所 我們就在做機器人相關的地方 那 我們就 反正你就想說 機器人嘛 其實是一個非常負擔的系統 那 其實它裡面的東西 你要實現得非常有可能 然後可是我們可以 一步一步慢慢做起來 不管是機構啊 或者是你要做軟體 然後這都是 一個人沒有辦法 可以非常多的人 就是可能一個小姐 然後慢慢 慢慢 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 生活在做這個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 畢業以後 我要幹什麼 好 畢業以後 然後當兵馬 當兵馬以後呢 我就進了電子業 就是有時候 我會說 這也是一個很奇怪 就是 有人會說 欸 機械系你進電子業港 它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其實我是覺得很不太長 因為我本來就是在 我就是喜歡 就自己的這樣子 然後 電子業 就是我們那個公司 就是我看到的這件事情 我在電子業 我沒有待很久 大概我待了 一年半到兩年之間這樣 然後 然後我就 我們做的電子業 是做 像是做家電啊 做營養器材 做 Windows器材 那樣子 那 我們其實是 一個人接一個案 那我就是 我剛開始就要做電路設計 然後做 電路的案 然後到後面的 就是 感染機片 然後自己去 把所有的功能實現去 那都是 便宜的人包 但是 某一天的時候 我希望用Touch 來做什麼東西 我希望再做一個 經濟器 然後他就說 我就問他說 欸現在這位型手機 這麼方便 我經濟器好看嗎 然後他就說 欸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 因為客戶需要 所以 他就做了 那 我也有聽到就是說 欸我們為什麼要 這個東西 為什麼這個功能要 加在我們這個 這個 產品上面 他 他們也會說 我可以不太知道 為什麼 這是客戶學校 我就知道 這就是電子業 可是我接觸到 往前就是 那個 代工的 的 這個 文化 這樣子 因為我們其實 自己 研究自己很有技術 可是我們自己 都沒有 沒有發展出自己的產品 那你看其實 HTC 其實 我覺得蠻可惜的 就是 如果 我知道了 他就這樣 然後後來 我就離開了電子業 然後 你有 你有 你有對他 一場的抱怨 超級亮 我就希望 我們可以有自己的 產品 那 那讚 那之後呢 我就 我就 那現在 這我現在的 就是我在這個 化產店 這個化產店其實 看說 因為我們就可能 我們做一個 機械手 然後 他可能 會有 動作 然後 然後 開始 做一些 組裝 然後做一些測試 然後像我在這邊 其實我覺得這個 也蠻厲害的 就是 你可以接觸到很多 很好的 像是視覺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 視覺電視 或者是 用機械手 一年 就是需要非常多的 Sensor 然後做一個 其他感 我覺得蠻好 可是 我後來 我也是 不滿足的地方 就在於說 就是說 這也是一個 入圖的話 你知道嗎 就是 我們幫人家做自動化 為什麼我們可以做自動化 就是因為 有一些公司 會有街道 比較大的單 然後大單的話 他們就想 喔 台灣要做自動化 但是這個 這個 這個產品 其實並不是有的 然後我就想說 既然我們台灣 就這麼有技術 為什麼我們沒有 自己的產品 這樣子 那就是 我在自動化看 其實就反正 非常 就很多 很多 很多 因為現在大陸 就是崛起 每年都是崛起 它已經 之前就是 把它的工資 就這麼便宜 然後現在把它的工資 開始往上漲 大家都想要自動化 那自動化 我都 雖然 這個 這個 沒有只能講說 漫畫是那個 算是 會來看它的餐點 但是 反正就是 零業吧 就是我特意希望說 我希望說 就是我們可以 自己有自己的餐點 好 讓我們台灣 可以更好的生態 接待 那後來 我就去參加那個 MakerFan 其實我之前 就一直有在接觸那個 就是 大帶石座 就是 Maker這種生態 那我就 我就順便掌握 我一個 調室去 然後我的調室是 一個業務這樣子 然後 我們就去MakerFan 然後 這個MakerFan很好 就是 像大 搞不好應該有個 都有去過 就是 就是一堆的人 然後拿自己 喜歡做的東西 然後拿出來 這樣 然後其實裡面 你不要看它很簡單 它其實都包含很多的技術 或者是拿什麼AV用啊 都有它自己的理念在 然後 可是 這件事情 我也 我有受到一個很大的衝擊 就是 跟我去了一個同事 回來以後 他跟我說 就是你要找我去看一個 文具者 我說 蛤 文具者 原來是 就是 我就想說 原來是 所謂的 他們在看什麼 他們在看產品 就大家看 好 這是第一個短點 然後第二關點就是 就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 非常 好的地方 就是 當大家 所有不同領域的人 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會有 就是產生不同的火花 我突然講一個 我在那個 就是在台北 台北的那個 我們那個 就是 它那個地方就是 它可能每個星期都有看 其實我就會想 想做一件 想試 或者也是這種類似的形式 就是 大家 一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大家 在不同的領域 然後大家都有不同的界線 然後 你可能 遇到好好的問題 對別人來說 它是非常簡單的 然後你就會發現 這個人 這樣子接 然後大家互相幫助一下 就可以造出一個 很棒的產品 那這次我就覺得 哇 這可惡 Kids Friends 其實是 我認為是 創意的一種樣子 在這邊可以激發出最長的 過程 那所以 我 我就想 啊 這時候呢 這時候呢 這時候 我來這裡 就是乾淨石頭的 就是我們叫 Maskin 那 我來這邊就是說 現在就是我們 不管 你懂不懂技術 你只要有想法 就可以來教我 你只要有想要動手做 就可以來教我 這樣子 這是第一種 就是你不懂技術 再來第二種就是說 你已經有技術了 那你其實 你可能有欠缺一些東西 你可以直接來做一些事情 那 做一些事情 你看你可能會遇到一些情景 那遇到一個情景 你就可以藉由社權力量把它解決 那最後一種就是說 你可能已經有一個產品來 那 我就想說 那我們可以把它推到全世界去 這是我們的願景 就是這樣子 答案就是鄭老師 再來 再來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鋼鐵石碩聯盟的阿力 那 其實剛剛我們的國伴都還蠻前學的 他就是畢業於我們台灣最高學府 台灣大學的研究所 機器研究所 那 其實他是蠻謹虛阿 那其實 大家不知道大家對製造者運動的想法是什麼 但是 就我個人 其實我是在 大概在六月多的時候參加一個 白蘭Pitch的活動 然後認識到鋼鐵石碩聯盟這樣子的團隊 那我藉由這個團隊然後開始去深入 去探訪這些所謂的共創空間 還有這些Megaspace 我發現到一個跡象就是 這些共創空間跟Megaspace 如雨後春筍般的出 很多廠商啊 他們有一些器材設備跟空間 甚至他們找我們合作 合作什麼 他請我們去 去協助他營運這個空間 那他有一個空間 他有一些設備 他請我們去協助營運這些空間 那設計員有很多Porking Space 邀請我們去開客或去做一些短獎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新的世代的崛起 台灣在長期在科技代工 然後還有設計代工的情況下 其實有一些好的工程師 他們有很多好的想法 沒有辦法在自己的公司裡面展現 有可能是他的群位不夠高 有可能是他跟上層的關係不夠高 但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非常可惜 那也很榮幸我接觸到這個團隊 這個團隊有一個很好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這個團隊的領導人 我們的CTO 我們的那個Founder 他有一個理念就是說 他希望把年輕人全部都推出來 他不希望今天正在這個講台上 是我們剛才的十多年王的合作成員 他甚至很希望 以後我們到各地的共創物件 或是Going Space的時候 或是這些所謂的MakerBar的時候 MakerSpace的時候 他希望是台下現在你們在地點獎這些人 或是你們加入我們開發群 或是你是我們的粉絲團 你有一個特殊的技能 你有一個想法 然後你跟我們合作 你創造出一個屬於你的東西 或是你覺得這是一個大眾可以使用的東西 你透過我們的技術 你把它完成了 然後你有機會到這些空間去跟大家做一個短講 去做一個分享 甚至可以透過一些課程的形式 幫你做一些在短時間內 做一個最快的行銷的方式 那你透過這些課程 其實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回饋 比如說你是一個電子專長的專家 你有一個技術 比如說你在藍牙通訊方面 你有專門的專輯的技術 但是有時候你已經 遇到了你人生中的 就是你可能沒有辦法再把這個技術 因為你專業知識的關係 你沒有辦法把這個技術 推廣得很好 或是你沒有辦法想出一個更好的應用 因為現在大家也知道 現在木製平台很多上面很多ID 有很多好的點子 但是通常也都會有一些 所謂專利性的問題 或是你們可能會被這些ID給設限 但是如果你透過我們的平台 你透過我們的開發核心的核心 你去開課 你去跟大家接觸 你跟大家建立關係的時候 常常你會發現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 就是說 原來一般人的心中 有好多對於你技術衍生的想法 你會有好多你想要 就是有很多人提出一些看法 是你以前完全沒有想過的 這些看法 或許會有些技術上的瓶頸 但是你透過這些人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新的ID 甚至這些東西是在 甚至這些東西是在 甚至這些東西在那些 所謂的Kiss Doctor 或是 Grindy上面 你根本就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但是你透過課程 透過人與人的群聚去建立關係之後 你會發現 哇 原來我這個技術還有好多好多應用 我還可以幫助很多人 甚至這件事情也可以幫到你本身 因為你可能可以透過一些課程 然後或是一些大家互動的關係 從中得到一些所謂的利益或是好處 但這些好處見得是實質的 也有可能是無形的 但是我覺得 跟一般人 跟一般民眾 或是跟一些不同技術背景的人 建立關係 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 那接下來就是 我會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接下來的課程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大家共同產生的東西 就是我們 先前我們就是 我們威爾大哥 然後跟趙歐說大哥合作出的一個 就是我所謂 就是他剛剛講的三個諸葛亮 三個臭皮加了三個諸葛亮 對 然後 就是他就開發出一個 這個所謂的靜電顯示系統 其實他 裡面運行的還蠻多的技術 包括電子啊 光學啊 然後3D設計啊 那我們就合開出一個 像是這樣子的課程啊 但是 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還在 課程還在眼裡的初期 所以我們一開始開了一個 價錢比較高的課程 所以可能在環境上沒有那麼好 但是我們現在 把我們 因為很多人都不到 不太了解說 我們課程到底在開什麼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課程啊 大致上做了一個規劃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 這樣子一個完整系統的課程 但是這個售價可能比較高一點 那還有一些比較簡單的 體驗課程 體驗課程就是說 你不管你有沒有技術背景 然後你只要付500塊 400塊 你就可以來體驗說 你真正的去實做 我覺得有時候 你在網路上看一些資料 跟你真正下來做 有人帶著你做 不是有人陪著你做 這是有落差的 第一個你跟我們建立關係 你跟有技術背景的人 建立關係 第二個你真的去做 我們這個體驗課程就是說 像我們現在的核心技術 會以Arduino 用這種open source的電子元件 來去做為主導 然後你來去了解Arduino的開發環境 然後你真的去使用Arduino 在我們的協助底下 我們在圖文結束的底下 你去做了一個 這樣子的專案的時候 我相信你在 不管在技術上 或是你的認知上 你都會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要學這個技術 但至少你認識了這個技術 你就可以透過我們這樣的課程 你就會覺得 那我以後想要做一個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找我們 規格大哥 因為我知道這個東西 要怎麼用 我覺得有一個更好的idea 所以你是可以花 少少的錢 然後就來體驗這些技術 然後接下來就是 光學的部分 OK 現在 COOGAS很熱門 然後也很多人一直在想 用這個光學做一個 穿戴式的眼鏡的設備 但是 你來我們這樣的體驗課程 你就可以 一來你可以 如果你有付比較高的費用 你可以得到一個自己的 光學的穿戴式的設備 那如果你只想要來體驗 你可以了解整個光學的過程 這個過程不只是說 你在網路上看到 你是現場 你自己在組裝 你會很了解說 喔 原來這個光學是這樣子的 然後再介紹我們 各位大哥很專業的解析之後 你會覺得 喔 原來這個的東西還蠻 有好多可以想要應用的方式 然後我們也可以透過你們 給我們的回饋 然後再做一些更深入的應用 或是其他的應用 那 接下來就是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在8月7號 可能這個就是在台北 但我們之後有可能在台中 享食桌的這邊 做一個合作在台中開口 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跟大家 稍微介紹一下課程的內容 第一個就是 我們會有一個 酷玩近年顯示儀的課程 那這個課程的話 大概是 400萬一次體驗課程 就是你來體驗說 喔 我這個眼鏡的整個 光學的運作的模式 然後真的去組裝 去瞭解這個原因 那 如果你 你如果付費 如果1200的話 你就可以把整個 光學的模組 你做完之後 你還可以帶回家 對 那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方案 就是 動態感測系統 其實這就是一個 Arduino的課程 那 你可以透過這個 動態感測系統 如果你花500塊來體驗的話 你就可以 從無到有的 把整個 Arduino的開放環境 建立起來 然後 透過我們的方式 我們協助你的方式 你了解到 什麼是動態感測 然後 它是怎麼應用的 它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然後 整個環境 你都可以了解很清楚 而且你不用 就是不用去買整套設備 但是如果你想要買整套設備回家 做一個你自己的應用 那你可能可以付1600 來參與我們這樣子的課程 那最後一個比較完整的課程 就是說 你花了5600 然後我們會協助你 我們有3D 3D的課程 然後我們會協助你去打造整個外觀 讓你把整個系統呢 全部都建構起來 那你就可以帶一個 像是 像是 就是一個擴增實境的眼鏡 可以帶回家這樣子 那課程的部分呢 因為牽扯到3D的話 我希望我們的一個 我們一個協力的廠商 就是我們 鋼鐵人石座聯盟的協助廠商 就是 微創工房的創辦人 FryerLight 阿極老師 那就是 這個部分由阿極老師 跟大家來做一個簡單的簡介 就是3D的課程 可以由阿極老師 OK 謝謝 大家可能剛剛看到這個 這個東西看起來還蠻扭的 阿其實我剛剛看 我也覺得超級扭的 對不對 那確實是我們做的 但我覺得還蠻扭的 不是啦 就是說其實 你一定看到覺得 這個超級扭的 我們會做成這樣 那這就是你們來參加這個課程 你可以把它變得很漂亮 對 我們就是 這個幾個 有比較偏電路機構的部分 是已經模組化了 你們就不用去想 那就是不用換 你不用換太多時間去想說 這個機構要 要 要 它的裡面是什麼 構造或從不倒流 那這邊有個經紀先生弄好 那 大家來上這個課 主要是就是這個外型 就是假設說是那個眼鏡的部分這裡 這只是 這類似defaults啊 就是預設 那你來上課的話 絕對不會想做一個defaults 你不會想做一個預設的 你會想做出你自己想做的 你想要做的是 對 假設啦 你想要做一個像這樣的造型 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面具啊 或是一個像蝴蝶的那種 對 但是 通常 因為我們會有些成本的考量 所以 我們基本上還是會算一下說 你大概可以做的範圍大概不會大 那如果你 當然 如果說 假設說 有一個人他是想做一個 就是像這個簡單的構造 那另外一個人 他想做 做出一個超級大的 那這樣的中間的 一定會有價值嘛 所以可能你做越大 你就會跟你再tug一些錢 那如果在一定的 一定的範圍之內 就是不用錢 就是包含在裡面啦 不是不用錢 就是包含在裡面 那其實這個 音錶機都算得出來 所以我們也可以教你 怎麼去算說 我們什麼 我們是很公開的 不是說我們說的算 也不是說用眼睛看說 這個應該是 沒超過那個價格 就是全部那個音錶機 都可以算出來 那 其實音錶機也沒有多厲害 音錶機隨時都看得到 那邊就有兩台 對對對 那你也不用想說 那3D音錶機是不是很 很困難 或是很沒用 其實還蠻簡單的 對 因為 我們來上課的人 通常一個月 只要上一個月 就回去就會畫3D圖 然後甚至有小朋友 大概來國一吧 上一堂課 那一堂課 只有一個小時的教 然後 下一堂課 就把東西做出來 但前提他回家 都有練習 對對對 其實就只是 多練習就會了 所以這個3D音錶機 或是3D設計 或是做出這種立體 自己客製化的東西 其實 你要自己做的話 會非常非常簡單 除非你是要做那種 每個東西都是要有它的規格 角度要有規格 然後大小要有規格 什麼都要有規格 那可能就是 可能你就要去居家電腦 或是學生電腦 學那種很專業的軟體 但是那種東西 學下來可能要花二三十萬以上 那上網的課 可能你頂多花五六千塊 你就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構造 你喜歡的東西 對 所以其實還蠻划算的 對對對 那 那我的介紹大概是 是這樣 對對對 好 不知道大概有沒有哪裡有問題 對 還是 阿滴一樣 Q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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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是做一個 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那個 動態感測 或者什麼 等一下可以過來 的時候不完 那基本上 像這個眼鏡 目前寫了一個 應用程式 叫做顯示速度 OK 所以這個東西呢 未來運用在 安全帽上面的時候 它的意思是說 我不用低頭看理表板 那個數字呢 因為顯示在直接 在進入這個螢幕上面 對 所以這樣一方面的概念 就是增加你的安全性 那當然 你也可以寫別的APP 好 比如是顯示螺盤 還是顯示什麼 在這上面 那這個顯示速度的先決條件 就是要知道你的運動速度 OK 所以這裡有個Motion Sensor 那就能夠去偵測你的運動速度 OK 這裡面有陀螺儀 跟加速度計 OK 從這裡面的資訊 就能夠得到你的顯示速度 就顯示在這上面 所以 動態顯示的部分 就是說 你這上面 有一個動態的感測 然後有一個顯示的面對感測 那當然 你的應用也 我們都應用在別的地方 OK 比如說你要偵測的 不是頭的運動 而是手的運動 還是拉的運動 OK 所以是發揮你的創作 可以自己去做這樣子 那另外 第一個那個HUD的部分 主要就是在講那個光學 這個是剛剛講的 這個動態感測器 就是這個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靜眼前示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這個光學結構 然後呢 會用理論來告訴大家說 這個光學結構的理論是什麼 那 除了 這裡會有兩個部分 這裡會有那個 我們會有 10座 第一個是FUGO CARBO 第二個是C 就是HUD 那FUGO CARBO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只要搭配上你手機之後 你就能夠看3D的東西 OK 可是呢 這個東西叫VR 它是虛擬實機 它是看到外面的 OK 完全都是電腦算給你看的 等一下也可以過來體驗看看 OK 那另外我在應用相同的原理 上面再做一個半透版版介组 所以呢 你就能夠 一方面看到虛擬的東西 一方面又能夠看到外面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第二 那個C屬物HUD的部分 OK 好 那課程的部分 我就補充說明到這邊 那接下來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開始來玩這些東西 就可以實際過來這邊 那個 你們那個 就是 C屬物HUD的部分 跟外面的那個 落差是 大概是多少 時間 跟外面落差 對 比如說因為你是透過攝影機看出去 對吧 你應該是有一個攝影鏡頭 然後把它就是把影像傳輸到你的那個 那個 目前還沒有攝影鏡 目前的資訊顯示是有個面板 然後這面板的資訊是來自於自己程式 看你想要顯示什麼都顯示什麼 目前的這個 呃 因為你剛剛有講說 你可以顯示比如說一個動態的模板 或是什麼資訊在你的反射的鏡面上 對 那你同時還可以看到它就是現在眼前看的到的景物 對 就是實際上 所以你是透過反射的方式 對對 它是一個半透半的環境 一半是看穿 一半是反射 你底下的顯示的朋友的資訊 這樣子 所以它可以虛擬跟現實跌合在一起 這樣 所以之前 這個是在漫畫裡面 奇隆組裡面有沒有 看到戰鬥力有沒有 看到戰鬥力有沒有 看到戰鬥力指數 它其實就是這樣概念嘛 你真的人在那裡 但是我上面的虛擬東西 然後跌在一起 會告訴我說 你這個人的戰鬥力多少 OK 所以它概念是這樣 你不確定 概念是 現實的虛擬到接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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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因為 它這邊很多 這個是一個 肩炮 然後它可以 可以因為你的頭 擺人的方向 這個炮就往人的方向 等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過 我 我是這樣子看 這樣子看 那個鋼鐵石頭 你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說 你們這天不是才發生那個氣暴事件嗎 可是那氣暴事件其實 史上最常一種都是那個 消防人員 人物人員 他們在現場 他們就在那個氣 那個氣力揭露地點 那 我馬上會聯想到這件事 比如說 如果今天 他們的身上 有足夠的 這種檢驗的設備 就好 剛剛看到的是那個 剛提到的是 看到那個 戰鬥力 對不對 可是如果他在現場 是可以看到 現場的溫度多少 現場的 屏溪濃度是多少 那其實 其實我覺得 這某個程度上 可以 可以 在第一線 就幫助他們 去判斷現場的所有情況 所以 可是這個 這個東西我覺得 呃 那 當田石頭人物做法 它其實是創 它其實是創造一個 一個大家都可以參與的平台 然後大家都進去以後 互相去share一些知識 互相share一些計算 我們可以一起來 開發某些東西 也就是說 今天如果 如果 比方說我剛剛 我剛剛提的這個意義 就是說 那個 我們如何去開發一個 可以 可以即時偵測 現場的 含氧量 氧氣濃度 或是開發一個 可以即時偵測 現場的 呃 風的速度 的 的 顯示器的話 那其實它這個應用在不同的所有層面 比方說我剛剛提到那個 那個 那個救災的部分 那或者是說我們消防人員走到 一個火場裡面的時候 他們其實並不 並不知道這周圍這件事情 或是一夜的時候 可能用不到周圍的環境 可是如果透過某一個 呃 用雷射去打周圍的環境 然後它同時顯示在螢幕上面的時候 它可以知道前面 前面是 那個 老闆已經 已經破了一個洞 他們不要再過去 那 呃 我覺得 我看到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 剛年的時候你們背後架子在這邊 對 雖然看起來好像是 上課 或者是說 或者說 做一些好像好玩的東西 可是其實 其實大家仔細想 這些技術應用在 日常生活裡面的時候 它可以解決到很多問題 可是呢 單靠一個人的力量 當然做不到 因為有些 你 單純的小問題 然後隨便體驗 那都是一個很可能 都是很可能的捨入選 可是剛剛 光是提到我剛剛講說 我在火場裡面 我們 身手不見物的情況下 你如何知道 前面的地板會有一個洞 這個東西 我剛剛提到 啊 那可能可以一個雷射 雷射 用雷射去打環境的一個 一個真正環境的一個儀器 可是這個東西 並不是 我們 我講的一句話都會做得到 可能必須要去找 雷射相關的廠商 可能要去找到 呃 如何去 去增加環境物質 那個環境物質的一些 一些 機械設備 才可以知道 才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那這時候 這時候 通過這樣子的一個 合作的機制 或這樣平台的機制 我們才有可能去連結到 欸 欸 你的idea 我遇到了誰 他又有可能會把你實現 這個是我 我認為 我看到 當年十六年我們建立 建立的紅台 他能夠 能夠真正真正價值 好 就是 那 今天 今天的那個 今天短講 講部分到這邊 那等一下 開始大家可以 來玩一下 這些 呃 可以 他們弄出來的一些 一些小東西 好 以上謝謝大家 大家可以這一道請問來 不要 不用坐在問上 好 其實 其實你要測什麼都可以啦 只是看你要裝什麼 Sensor 好 可是其實你看 他只是認證 可是其實你看 你裝GPS GPS GPS 好像還是有放手結構 就是啦 我會希望 F 手機連線 抓 DT 然後你也可以 在訊息 對 成分都很一樣啊 儀式啊 儀式啊 對啦 現在都滿有大法 現在都滿有大法 有想到的地區 是一個很高溫 對 對 對 本來的設計是說 這個一號區的反溫不太高 軍頭版就要測溫度啊 沒有我們請問一下 對 這裡會有很多 我們都會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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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都會有很多 我們都會有很多 我們會有很多 右 這邊 他只是點貂 kas 對阿 但選擇 其實我仍都比較差 有包廠 其實 canon 操控當局 有時候 你拿 眼睛 屎elin 不然 你知道嗎 Deus 所以其實你如果可以知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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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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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郭 這個 問一下郭 這個 這個 這是郭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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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好 這起來 好 這個 要加這個 比較好 客 London Elvis 前套到渠過 這就是我這一個 這一個 他其實超過的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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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你們兩個剛剛 正好 基本概念 這個樣子 那其實這個是最直接的應用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騎摩托車 騎摩托你要看後面的時候 其實如果這個就是沒有動機的話 你這樣稍微一看旁邊 然後那個螢幕就會顯示後面 後面的CAMERA螢幕就會顯示出來 就不用真的做 稍微一看下去 或是你頭上來看一下 後面就跳下去 所以現在那個 剛才那個 全市的消費 這個 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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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學生 你用業餘的時間 可以來上課 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可以上課 或是真的 比較多 嗯 這裡 doses 大概是吃夠啦 大概就是還是三十九 大概是這個選擇的 這個選擇的 這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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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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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這一年就繼續 是不是這樣 讓這樣也覺得這樣 好啊 就是這句話 因為還不在信 說對 這句話 那你跟我覺得 可能要來講 對 我其實不在那邊 這個給我 我自己都利用 直接說 沒有 那這個 要去 對 老闆 這樣 好,要這樣子 對,然後... 現在換一句... 那邊就是... 因為人也... 不到那邊... 他可以...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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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 就是... 自己有 shadow的人... chau gab 他在水... 他在水... 他是笠...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